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在杭州康桥的中生新旗奔驰4S店买了这辆奔驰C180L 裸车价近29万 在4S店购买了太平洋保险 保单上写着车牌号是这A9WM09 而实际车牌上W和M的顺序要换一下 来到奔驰4S店负责对接的黄金里外出了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对方 他第一年在我们这里买的新车 第二年不是要续保了吗 续保的话他太平洋系统里面不是没有车牌 当时我们业务员跟他联系过 联系过以后他说把口罗上把车牌号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以后他跟中间两个英文字幕迅速倒了一倒 弄错了 搞错了 这的确是我们的问题 由于保险是4S店贷办的 去年9月马先生把问题反馈给了杭州中生新旗 结果三个小时后他妻子开车被撞了 从照片看来是一起连环追尾 事故认定大货车未保持安全车距承担全部责任 王女士说18路段在复养 由于中间有保险信息错误这一查 他又联系了杭州中生新旗 我已经不信任你们这个保险 不在你们这边弄了 我说我要把这个钱退掉 他当时也跟我说过 就是这个钱退掉 可能对你这个车或者可能不是有保障吗 说让我后来嘛 他就一次就承诺我这个6500钱还给我 所以一年的保费 对对对对 所以就拉这来修 对对对对 修了一个月嘛 大概是两个小时还三个小时 给我打电话 他说出现了 我以为当时还跟我开玩笑 那我自己跑到复养去给他去处理 按照道理应该是就近的 4S店维修 那不是靠客户的选择呀 我们去的 我如果我说 当时我不信任你 我为什么要从复养 我跑到中央旁边房子来找你修呢 当时复养跟肖山都打电话给我们 让我们到哈塞里去修 马信仁说定损后的维修费用要11万多 对方全责走了保险 车子修了一个月 后来他们也退掉了保险 可这个月17号 他发现打方向时 车辆引擎盖内有异响 马先生曾把车开到复养的杭州知信奔驰4S店 工单上隐约能看到 发现右前有异响 要维修就意味着要产生费用 马先生说之前那次事故后 他没有再出过事故 这就让他联想到去年的事故和维修 因此他希望杭州终生星期4S店 能延长车子的质保 后来经过协调 对方和他签了字 双方达成了一致 1818黄金也就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